一般坊间很多就是会教导大家 比如说怎么样有合理的生活方式啦 饮食啦 起居运动 情字 可是无限期这边我们要做到跟别人不一样 是我们要带着大家确实去执行 怎么样让你有方式可以每天去执行 这个是比理念还重要 就是执行的部分啦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每天走一半步很重要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有团体的力量带他一起来执行 所以这点是无限期我们这边 希望利用大家团体的力量 可以共同互相收促啦 互相的鼓励啦 然后共同来执行 但这个好的习惯真的有办法 确实落实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去影响别人啦 这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执行的部分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甚至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奖励 让你真的可以去执行 所以无限期是花很多心力在执行的部分 而不是只有在一般的宣导啦 就是跟我们一般其他的企业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请问这个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事实上我们活动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在各区执行 各个县市也同步在执行 那在台北这边我们从上礼拜才开始比较有正式的一个规模 那之前我们都是有试做各方面的 然后慢慢的来做调整 才找出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你说在台湾还有其他的 我们其他县市也开始陆续在推广 那之前也有在这个所谓的一个 应该是说小型的示范啦演练啦都有 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慢慢的每个月我们来做调整 然后慢慢的想如何把它做到最完美这样子 然后帮助每个人都健康 那到现在为止有多少人参加这个活动 目前大概有上百人 哦这样是是 那你们认为说你们能 能容纳的人数有多少呢 事实上我们每一厂的人数 最大的范围可以到一百人都无所谓 因为这场地也够大 但是我们不是很care说 可以就是要一次要几百人或是几十人 我们一人一个人我们也可以讲 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 我们希望说一点一滴的来影响每一个人 然后呢我们时间会拉的很长 就是说会持续的把这个好的理念 然后带领大家实际的来操作 或实际的来执行这样的观念 确实的一直往下做 对因为毕竟全台湾有两千多万的人口 都是我们想影响的 那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目前我们的课程表示安排二三四四个月 但是呢这个后面我们会持续的往后 继续执行下去 二三四表示二月已经结束了 对二月我们因为过年嘛 所以我们二月只有一场 所以这是第二场 对在台北的第二场 好的好的谢谢您 请问您是 我是无限级公司的这营养师 OK好谢谢你介绍我们的访问